Request安裝完畢之後的話 會在你的資料夾裡面可以看到 就是他安裝的路徑一定是在 這個根目底下,你可以看到在Python底下 會看到有一個在我們的那個Python路徑底下有個LIB 就Library底下有個叫Size Package 裡面會看到一個叫Request的這個目錄,如果有的話表示你是已經安裝成功了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透過Request可以直接抓取網路上的資料 我舉個例子,比如說你們其實可以從那個 網路上Google,如果你打什麼開放資料 假設我今天要抓那個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其實開放資料非常的多啦,所以你在 開放資料這個 這個關鍵字 那你可以看到了在那個 第一個應該是政府的開放資料,他的網址是data.gov.tw OK,那你點擊進來之後,你可以看到政府目前開放的資料 相當的多 目前的話呢總共 總數的部分的話 他這邊會有一個數字,這些total 他裡面我記得全部的資料集 相當的 之前看到是48,000多吧 那不過他資料會一直不斷增加 目前看到是49,000多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呢,裡面包含什麼中央 機關,地方機關 那可以看到目前在新政院最多吧,然後 地方縣市的話最多應該是哪個縣市 新北3000多吧 台北的話2500 台中還比台北市的資料還多 高雄的話2000多,看得出來新北好像最積極 那再來的話呢 他的那個相關主題這邊也有 提供的機關 另外的話 哪一種類型 好像最多的應該是什麼 公共服務 另外的話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 檔案格式部分的話 第一個最多的應該是哪一種 CSV 34,000多種 其次的話應該什麼 XML 有沒有,一萬兩千多種 JUSTEN的話呢大概一萬一千多種 所以 CSV還是最大宗 那主要原因應該可以跟那個ECL應該我覺得有點關係啦 因為 CSV你直接給人家 直接就可以在那個 ECL裡面可以開起來 那假如說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是根據那個台北市政府 裡面找到有一個叫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所以你可以點擊這個連結 或者你找一下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那個開放資料 也可以找到這個 那台北市政府開放問題 2500多種 裡面的話其中 有一個 資料跟什麼 跟那個公有零售市場有一點關係的 那比如說呢 哪一種蔬菜啦 哪一種水果 價錢是多少 其實他有 公開在網路上 那這個格式的話你可以看到 底下這邊有一些相關說明 你可以顯示更多啦 這邊的話有個下載 然後目前提供的話總共有 1234567個檔案 這邊有個下載連結 如果說我今天 一般是這樣 一般是我點擊他 他就下載了 這邊有個CSV 可以把它打開 OK 不過你會發現 點擊我們是透過瀏覽器 打開是用透過Excel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希望 透過任何的 其他程式 不用瀏覽器 也不用Excel 我希望把這個資料 直接讀到Python裡面的話 那該怎麼做 你看這個地方是CSV 然後他開起來的話 裡面就是這些東西 包含什麼呢 總共有 A欄到E欄 總共有5個欄位 那裡面包含什麼呢 日期 總 總類就是應該都蔬菜吧 那哪一個市場 什麼品名 價格多少 包含什麼呢 像蘿蔔啦胡蘿蔔啦 等等的相關價錢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這個資料 我不要瀏覽器 也不要Excel 我直接在 Python裡面完成 並且呢 下載了資料 我直接放在資料庫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首先的話呢 當然我們要了解一下 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 我們的網址 其實你會發現 點這個下載連結 他就下載一個CSV 可是呢如果我現在 不下載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一張複製 連結網址 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透過程式去抓到這個檔案的話 CSV 那我可以用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那這邊假設 你會發現他總共有七個連結 也就是如果今天 我希望把七個連結 把它分別抓下來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它複製 這個連結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 那我們要怎麼做 其實最重要的程式 非常的簡短 首先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呢 叫 叫Input Request這一行 不過前提的話 就是說你的電腦裡面 一定要有安裝 這個Request 的 套件 否則的話呢 他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叫 他應該會有個錯誤訊息 錯誤訊息網友把它截圖下來 應該會出現這個 None Module Name的Request OK 因為理論上我剛剛給的版本應該是已經安裝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ROM 那你們先試一下 然後呢把那個程式 也許建一個新的模組 把 這一行 總共這幾行 1 2 3 4行而已 把它先貼上 ROM看 如果可以ROM的話 表示應該有安裝成功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地方的話呢 基本上我是把剛剛那個程式 把它直接貼過來 其實 這一串有沒有 這個連結 基本上 就是從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 這個 這個地方按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直接把按右鍵複製 複製完之後的話 把這個連結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get 所以基本上 他有點像模擬一個瀏覽器 Import一個Request 然後這個Request 它裡面 可以幫你做什麼呢 Request裡面有個方法叫get 其實 有點像是瀏覽器 那get的話 是抓 所以抓的話 你必須給他一個網址 所以網址 你就把剛剛那個 複製連結 貼到這裡 就可以了 有沒有 貼上 就這樣而已啦 然後貼的話 他等於是說 把那個 檔案幫你 抓到你的 電腦裡 抓到哪裏呢 抓到HTML這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話 基本上 名稱自己取的 你不叫這個名稱也沒關係 不過理論上因為網頁 都是HTML的結構 OK 所以我們前面就用HTML的物件 去把它接到 另外的話 底下這一行 這個叫HTML的encoding encoding的編碼方式 就是 用CP950 不過你想說 老師前面不是有用 我們用UTF8嗎 或者是說用 如果 不加可不可以呢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不加的話 我們來 先Demo給各位看 如果執行的話 理論上正常應該是可以抓得到 所以你會發現 他就幫我把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個檔案 直接把它開起來 而且直接print的出來 OK 那如果不加這一行會怎麼樣 Ctrl-E 這註解 前面加個 緊的符號 那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他會出現怎麼樣 亂碼 有沒有發現 編碼錯誤嗎 不過你想說老師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什麼時候用什麼 CP950 什麼時候用UTF8 OK 跟各位講 其實如果沒有亂碼的話 那理論上你這一行是可以不用加 但是喔 我們可以 把剛剛下載 也就是我剛剛從這個地方點擊嘛 他會在這邊下載的地方 下載到這裡嘛 我把它開起來 那這個時候當然他是一個 CSV檔 如果 預設的話 他會是用那個 Excel開啦 可是如果你 按右鍵 請你點擊 編輯的話 他會用什麼 用記事本來開 那我們之前我有教各位 令存的時候 檔案裡面不是有令存 令存的時候 請各位看一下 令存新檔 編碼方式有沒有 如果是ANSI的話 那記得 就要加 CP9 其實 ANSI 其實就是等同是CP9的編碼 的別名 OK 只是名稱不一樣而已喔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是看到ANSI的話 那請記得喔 你這邊要加一個encoding 等於CP950 但是呢如果以後你看到是 UT68的話 那這一行其實可以不用加的 也就是說喔 他跟那個F物件有沒有 剛好顛倒 F物件怎麼樣 預設是 怎麼樣 如果你是ANSI不用加 但是UT68要加 這個request.gat剛好顛倒 OK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OK只是因為每個套件呢 他們預設的語言都不一樣喔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說 request.gat 只有他是ANSI才需要加 OK如果你 假如說呢這個地方 加一個穩定直接執行的話 抓到的話 那就會是正常的 OK所以第一個喔 那我們已經把資料給抓下來了 OK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呢 可能我們他做哪些事情呢 當然我們是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到資料庫 那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資料庫 當然如果你 你這邊看不太清楚的話 因為他有時候print了之後 他上面欄位名稱就不見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可以下載之後 塞到資料庫 這個跟那個剛剛那一題有點像喔 有沒有 那第一個當然喔 一樣有五個蘿位 所以喔 偷蘭的方式 乾脆叫 ABCDE 有沒有 最簡單 不然的話 光想那個名稱喔 就很難想 所以ABCDE還蠻簡單的 這個靈感也是來自於 Excel 所以難怪Excel 大家這麼喜歡用 因為很多都幫你 解決掉問題了 再來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 第一個日期 總類 所以這個也用 TST TST 最後一個什麼呢 他這個最後一個欄位是 多少錢 但是有小數點喔 對你要Double 你不要RINT Integer Integer的話 可能會把那個 小點去掉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會有問題的 第幾 1234 有沒有發現 他塞了很多什麼 空白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TRIP 把那個空白給拿掉 不然的話會多一堆空白 所以 第一步我們已經 大概可以抓下來了 第二步的話呢就是在跟資料庫做結合 所以怎麼樣跟資料庫結合 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步 然後我是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第四頁這裡 這個地方 關鍵就這個啦 以後ANSI才需要加 如果他是UTL8 那這個地方 其實我印象中好像 可以改成UTL8啦 但是不加沒關係 因為他預設是UTL8 不加沒有關係 OK試一下 畫面先 還給各位 OK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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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